完小明只因一级去边开而没有直接连体射手 主播时间遭到队友质疑从而破防一整把 一诺冲到2400后撞车各路主播和职业选手持续更新 本期带来的受害者是主播时间 这把对局一诺不仅将王昭军工具人玩到了极致 更是将队位的貂蝉打成0-6超轨战技直至当场连神启动 来到VP阶段 在五楼的时间看到前四楼选择的阵容当场便绷不住 他妈的我都不知道玩什么了 这个狗阵容选出来 我他妈的我都不知道选什么了 这个狗阵容拿出来 真的恶心兄弟们 换小明了 进入对局时间选择边开帮女部抢线 与此同时发育路敌人杰被阿里打到半戏 而孙定带着一诺王昭军转线支援 导致敌人杰直接怒风一行 此时貂蝉充当何世老指点时间去跟射手连体 时间随即怒火中烧便和貂蝉展开口舌大战 这也能怪到辅助头上吗 我第一波边开 他不该被打状态的呀 那你说你妈呢 那你闭嘴行不行 不是射手掉点 你他妈你不叫射手别送了 你可这跟老子那说 你在说什么呀 不是我没看懂 老子看到长额第一波边开 往那个边路抓 我再帮边路蹲一波 帮他拿一波献拳 这样长额刺激可以触节奏 你他妈上来就好 当你妈的何世老呢 游戏来到两分钟中路这波 嫦娥定住马超后 吕布没有跟大学后便遭到工本入侵团去 射诺拿下了本局自己唯一的一个人 不是 这都能不跳吗 吕布 我是真服了 嫦娥一直能定到都能不跳吗 我的哥 你借过呀 我的哥 你是真借过 我只是说 你是真牛逼 紧接下路 社府正在激情对线中 殊不知 宜诺再次突然杀出大招锋 走位导致敌人 劫无路可逃 当场变灵了可反 就是这样的 你只要进场打 你只要不送就OK了 不要管别人怎么玩 宜诺玩工具人一点也嫌不住 刚支援完下路 随后带对抗路 配合队友乐队 开一波节奏 仅仅才4分钟 就已经是0-6天崩开局 时间觉得这把不拿战力 是正确的决策 并直言这把阵容 拿任何辅助都玩不了 这把不拿战力肯定是对的 我跟你说 阵容太臭了 连我都不知道拿什么英雄 你就知道这个阵容有多臭了 这种阵容 中下是绝对没有限权的 上中下三路没限权 加对面打也是个 东门武藏这种锁头 锁头英雄 任何辅助都玩不了 而这把一诺的战位 和打法也是相当大的 几乎每个草丛里 都会有他的身影 紧接弹幕纷纷之一时间 在摆烂不应该玩强 或许拿其他辅助 这把还有机会 纠结这个明示影是吧 什么都别纠结了 第一波下路 自己对先被打状态 然后背越塔 开始快辅助了 你辅助 为什么一波一波编开 对吧 逼波编开我就是要送 你怎么了 我就是要送 我开心 我就是开 我就是要送 我就是已经送 你送麻了 很快对面 便顺势拿下大龙一波 推进到高底 吕布被一诺减速 冰冻无奈 只能被破开大反打 而几方因为巨大经济差距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我都这么麻了 就是燕纯阵了呀 兄弟们 燕纯阵当时就发作了 兄弟们 我真的服了 等到兵线进塔 毫无意外一波结束了比赛 赛后时间 再看到王昭君是一落后 也是震惊故隆 哇 对面真是一落呀 是震惊故隆 仁阵监